我們看第五題 他說利用012345做相異的數字的6位數 246 把他拍起來 是求比240135大的數共有幾個 我們現在找什麼 找比240135小的數 比他小的數總共有幾個 這1階層 2階層 3階層 4階層 5階層 那我們看看後面有幾個數比他小 有兩個數 2乘以多少 這個5階層 再來我們看第二個 這個是4階層的 後面有幾個比他小 有1 2 3 所以這是3乘以4階層 這個後面有幾個比他小 沒有比他小 這個後面沒有比他小 這個後面沒有比他小 比這個數字小的 有幾個是2乘以5階層 加上3乘以4階層 這樣多少呢 2乘以120 加上3乘以24 所以這樣多少 這樣是等於240 這樣多少呢 24乘以3 3是12 72 72 這是11 所以312 312 現在比他小的這麼多 比他大的 比他大的話 我們 就是說這個任意排列的話 總共有幾個數 是不是1 2 3 4 5 6 是6階層 你扣掉比他小的 扣掉比他小的是300 扣掉他自己 他自己本身 那這樣的話 就是比他大的數 比他大的數 比他大的數的話 你有多少 這是720 720 扣掉到哪 313 313 所以扣掉313的話 720 扣掉這個 313 這是7 0 這都要哪 407 所以呢 比這個數大的 比這個數大的 總共有多少呢 總共有407個 不過現在呢 如果再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比這個數字小的 有幾個的話 那就要注意了 怎麼注意 我們剛剛說出來 312個的話 包括什麼呢 包括像這個0 1 2 3 4 5的 這也是比他小 但是這個不是6位數 所以你要把這種數 把它扣掉 這種數有幾個呢 這種數就 1 2 3 4 5 5階層的 5階層的 所以你要把312 扣掉這些數 那才是就是說 比他小 因為這種數不算 所以 就變成是312 扣掉多少 扣掉120 所以312 扣掉120 這2 9 192個 也就是說 他如果問 問說 比這個數字小的 有幾個的話 答案是192個 而不是312 不過這一題沒有這樣問 這一題只是問說 比他大 所以答案就是407 1 2 1 2 2 2